原标题 海上浮城乌军梅杨浩宇 标系视景生活聚焦人间百态海上浮城 定当海报搜狐娱乐讯电影海上浮城 将于赫岁到2019年1月25日全国公映 影片由著名导演加张科 任监制华纳DC电影首位华裔女导演演语系编剧并指导 以光弹却真实的拍摄手法 讲述复杂社会中小人物的悲喜生活 演员乌军梅、杨浩宇、李梦及李纯连妹出演 塑造了四位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其中乌军梅、杨浩宇所饰演的一对兄妹 格外吸引观众的视线 海上浮城 根据2013年上海死猪飘将真实事件改编 通过死猪事件为切入铁 讲述了丁子护王昭帝、朱农老王 以及在外拼搏的儿子王震、富家女下下、外国建筑师萧恩古人 在面对生活中的困惑、挑战和矛盾时 做出的选择及命运的变化影片中 著名演员乌军梅、变身美发店老板娘 是演一位生活精致、内心强大的上海女人 而实力演员杨浩宇 则化身精明却落落的猪农 枪片中老王身在城市边缘旧农村 却渴望新事物的特点 展现了淋漓尽致 值得一提的是 乌军梅与杨浩宇首次合作 就上演了戏骨标戏的精彩戏码 杨浩宇神情激动指着乌军梅房子卖掉 我们还是一家人 而乌军梅眉眼低沉 低头思索内心系十足 这对兄妹为何怒目相向两位实力演员 在影片中将擦出怎样的火花 引发观众遐想 身为奥斯卡金像奖终身评委的乌军梅 不仅数次担任国际爱美奖 东京国际电影集等国际A类电影集评委 同时还有电影末代皇帝、宋家王朝 电视剧如意传 我的前半生、卧剧等多部快智人口的作品 影迷们又常用到为在线炸裂等形容他的演技 在电视剧《龙门标局》中 饰演公输一绝而被大家熟知的杨浩宇 凭借着扎实的演技演活了一个个小人物